用自己的这个脸来给我们做的演示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那下面呢 就让我们请上武汉工程大学的队伍 CN053有请 各位同学们评审老师大家好 我是来自武汉工程大学的演讲 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基于FPGA的无线搜索定位的机械小车 就是 今天我大概就是从这个四个方面 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小车 首先是这个背景 就是说 现在这个定位 因为随着我们实在发展 实际上定位服务现在变得非常需要 所以说我们希望 所以说才有了我们去做这个定位这个研究 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是一个GPS 然后还有NAN的定位 实际上他们有一些就是 就是共同的特点 就是存在一些现在的定位存在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但是说我们真的这个局限性 说的不是说 它的定位精度 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当我们现在打开手机定位的话 如果说我们把数据关掉 可能我们的定位地图就是一片空白了 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 希望就是说 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我们大概去做一项这些怎么样的定位服务 因为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等一下 还有就是说 我们刚才设计这个系统 可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想的就是一个场景嘛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或者森林里面高端上面 我们手机信号没有信号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什么帮助 这个时候你需要就是说 可能希望别人知道你在哪个地方 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去做这样这样一个定位方式 然后这个就是说我们主要的功能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用来定位搜索的小的 就是可能它是专门用 比如说跟我们平常的定位可能有点区别 就是我们希望它是用于某些特殊的厂的 然后大概使用了范围 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设想的 希望它用于可能说我们在搜救工作里面 但我们无法确定那个地点的时候 如果有这么样一个设备 我们希望去应用于辅助的一个救援工作 好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设计的系统的这个大概一个框组 就是有一个无限的发送接收部分 然后有一个小车上面带了一个超级币张的 然后还有一个蓝牙传轨迹的 然后其他就有一个就是小车电机的驱动 好实际上这个框深色部分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部分是在我们的开发板上 D1开发板上的 D1SLC开发板上 然后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有用这样一个 就是无限信号这个方法 就是说完全是基于这个理论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到 因为无限信号在传播过程中 它肯定会随距离而衰减 那么说它的信号强度 和距离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说我们可以就是借助这个关系 来实现这个距离上的判断 然后通过纪律 然后进行方向上的判断 然后相对这两个就是相对于是一个公式 前面一个是一个就是初级席道的就是公式 就是有发射攻略 发射天性的争议 然后接收攻略 接收天性的就是强度 争议功率和和就是距离啊 波长时间的关系 然后后面一个是对数阴影模型的公式 就是然后基于这些东西的话 我今天这个后面的部分才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重点 就是关基于这些理论 我们大概有三个就是定位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说这个三点定位 只要我们现在GPS它也用的是三点定位 但是可能跟我们方式有点不同 就是因为它是需要就是接收机之间时间同步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相对就是我们小时候 首先在一个点先做一次信号采集 然后走到下一个点以后 然后做下一次 然后通过为每次机遇如果说我们能够测到一个距离的话 实际上就可以像这样画圆 然后最后能够找到焦点 然后基于这样的就是去做一个定位 而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前面是一个全向天线 后面是个定向天线 因为全向天线它跟就是所有的方向它的信号都能接受 定向天线呢 我们这个定向天线大概是130度 最大的接收角是130度 就是说我们当面对这个信号源的时候 我们信号强度应该是最弱了 不应该是最强的 那么说基于这个我们就能够辨别一个方向 实际上通过这个我们就说省去了 对距离上的判断 因为如果说你做定位只要找了方向 如果说我们研制的方向 如果这个方向是准确了 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就应该是已经能够找到目标了 所以说能够用这样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避免了对距离上的 我们去必须要得到一个准确的距离的这样一个考虑 然后就是说我可以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它大概是怎么样去算工作了 因为我们之前想的是按这个天线能够旋转 然后去在不同方向做采集 然后就是由于某些原因就是安装上的或者是其他东西原因 就是最后我们是把它固定在小车上 通过就是控制小车去旋转 然后做到一个天线的旋转 实际上还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无法把它安装到正中心 然后因为车放在车后的话 会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车身它本身是有一个距离 然后可能这个距离会对我们实验 就是对我们这个结果也会产生一个影响 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之前是小车先旋转 然后做一个就是测试 然后当我们确定方向以后 小车就是走到那的方向 转到那的方向 然后走一段距离 然后据说我们的轨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B站和就是传轨机的 通过就是我们因为当遇到障碍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 然后做用它的超级过满头 做了一些就是控制着 实际上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方向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将就是我们之前 旋转的方向和传输的距离 传回来就是通过我们的接转 就是另外的就是我们 我同学用MFC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轨迹 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 如果用天线意识选择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就是 就是按了实时测 但是就是可能目前我们没办法做到 就是说所以说只能说 相关于它转向的时候 说做了一些其他的就是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按就是按它去就是重新的定位 第三种方案就是可能现在比较就是WiFi定位用的比较多了 就是信号强度跟那个位置关系 就可能怎么理解的就是每个可能就每个物理点 它的信号强度是不同的通过我们前期的阶段就是把这个信号强度采集过来 然后到后面使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比较这个强度就下面把每个区域 可以划分了以后可以就是确定它的位置 最后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说来就是可以主要是一个学习了 就是说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想提出来大家如果说就是这个评审就是希望能够给点意见 其实我们可能最薄强度的环境还是在算法处理的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想用那个建立性模型 然后就是通过模型然后能够准确的刻画这个距离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史试过程中我们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还大事 然后就是说对这个方面对这个方面就是不太了解就是然后就是主要是说在信号我们想理论上我们是希望通过采通过采这个信息点 然后把分析这个信息点然后得到模型然后我们去算距离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这方面还比较欠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第三个了实际上它只是做了一个测试 然后当你用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信号是实施变化了我们就是说没有采用的方案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暂时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如何去应对这个方案 好谢谢大家 谢谢来自武汉工程大学的同学 刚才啊这位小伙子的讲话也是非常的朴实 也是讲出了他们这个作品目前所处的一个研究设计的阶段 最后也是非常真诚的向各位评审专家 我们下期评审专家 中文字幕 字幕 杨茜茜